我們這次是無動力魚缸 所以水面上的油墨 就要靠女王燈啦 女王燈在短時間內 可以把水面上的油墨都清乾淨喔 小心瑪莉是這次我們魚缸裡 重要的清潔者的角色 清除沉底的嫦娥 減少水中的污染源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個 這個無動力生態缸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要在魚缸裡面先培養好消化細菌 魚汁的糞便透過消化細菌的分解 變成植物的養分 植物在行光合作用 為魚缸裡面的小生物 魚兒們提供免費的氧氣 這裡一個共生共存的良好關係 沒有打氣機 沒有過癒設備 有一個關鍵要素一定要有 那就是一定要有光 植物才能行光合作用 產生氧氣 進而帶動整個缸子的生態系統 我們這次要投放的魚是 有平民霓虹丹魚之稱的 黃金白雲山 一隻性格溫和的理科小型魚 身形細長 底色帶有金屬感的橘金底色 首先呢 我們準備造景用的沉木 在造景之前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水盆 確定這個沉木會不會下沉 如果不會下沉呢 一旦水加進去了 我們辛苦造的景 就會一切歸零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挑選木材 慢慢堆疊出我們喜歡的樣子 接著我們準備了一包沿綿 那我們用這個沿綿要做什麼呢 這個沿綿啊 要來用在木材跟木材之間的 黏貼戒子 因為木材跟木材之間的縫隙比較大 我們可以用沿綿 把它塞進木材的縫隙當中 塞好塞滿之後 滴入快乾 重複這樣的動作 根據我們喜歡的樣子去做黏貼 這樣就完成啦 接著我們倒入黑土 把它們鋪平 仿造出森林倒木 有前後景 讓整體的畫面帶有空間感 再用低流的方式補水 比較不會沉土飛揚喔 接著我們把水草沖洗乾淨 按照它的長度先分類好 方便我們接下來種植的作業 長的放後景 可以放海紐藍 越南西葉水晶 而前景呢 我們可以放不容易長高的日本褶掌 這樣就完成啦 現在水色看起來還有點濁濁的 我們先添加酵化細菌 這次使用的是西肯全酵酵化菌 它淡海水都可以使用喔 使用前要搖一搖 過幾天之後 水色明顯的變清澈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黃金白雲山放進去囉 因為我們這次是無動力魚缸 所以水面上的油墨 就要靠女王燈啦 女王燈呢 在短時間內 可以把水面上的油墨都清乾淨喔 水星瑪莉是這次我們魚缸裡 重要的清潔者的角色 它呢可以清除 層底的長耳 也可以吃掉層幕上的附身藻類 減少水中的污染源 可以大大的減輕我們清缸的困擾喔 這次呢也是要放養一顆金剛螺 它呢 幫我們清除缸壁上的藻類 就不用那麼累的在那邊刷缸啦 日本澤藻 它對水質要求不高 一般自來水就可以栽種 放色狀的葉形 適合前中井 或者呢 點綴在沉木 食材造井周圍 是很常使用的造井素材喔 酒杯瓶 漂浮在水面上的水草 跟西發達 放養一些在水面上 可以有效的吸收 水中過高的硝酸鹽 可以預防藻類的增生 注意 容易長得太快 而遮住光源喔 越南西葉水芹 比一般常見的水芹葉片更為修長 適合當作後井草或中井草 即使沒有二氧化碳的加持 也可以輕鬆栽培 非常適合新手入門的草種 矮扭蘭 相較於一般的扭蘭 矮扭蘭呢 葉片較為硬挺 葉長不像一般的扭蘭長得很長 好種好養 不需要二氧化碳 這次的魚缸 維護很簡單 為食量控制的好 其實也是一個禮拜換一次水就好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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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